城規會星期一繼續就粉嶺高爾夫球場計劃興建公屋召開公廳會 著名建築師馮永基道場發言反對在高球場建屋 形容高球場是香港最後一片有文化、歷史及風光價值的地方 比蘇格蘭更優美不應該為12,000個單位破壞高球場的環境 他又說如果政府日後降低地積比日後擁有高球場警官的少數居民會有壓力 因為他們上樓破壞了香港的美麗風景 馮永基說自己憑良心發言 並非代表香港高爾夫球會,亦沒有該會的會籍 大新思維副主席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出席公聽會前就說 支持政府收回部分土地興建公屋 說相信旅客不會因為球場部分的用地被收回就不來香港 對於規劃處建議將部分土地暫時修訂為未決定用途 崔定邦就說難免會令人聯想政府想肅沙 促請政府要堅持收地起屋 Experimen cliff 富視之中 勝 for 御糕